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自动化测试的定义 刚才我们去介绍到的是自动化测试是如何产生的 实际简单的去总结一下 就是当我们出现频繁重复的操作或者需要提高效率的时候 我们就会为了能够解决一些这样的问题 而去把我们这样一个工作寄希望于自动化测试来去产生 所以也就换句话说 你可以理解自动化测试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去提高效率 就提高效率 很多有手工测试去完成的事情 借助自动化测试就能够提高效率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一个点 我们在说这儿需要先说明一下 自动化测试并不能完全取代手工测试 为什么呢 因为自动化测试当中以目前的这种工具的能力 或者说目前的这种科技状况的话 它还做不到完全覆盖去取代人的这种相对思维 换句话说 当有一些的软件当中出现一些复杂的业务场景的时候 这些复杂业务场景的测试如果具备一定的灵活性 或者具备一定的这种变空性 这个东西就不能依托于由工具去玩 为什么呢 工具的执行 它在去执行和遵循的 是你之前给它设定好的一系列事情 也就是换句话说 它去做的事情是你希望它去做的 它不会去做那些你现在还不希望它去做的事情 未来人工智能技术能不能去作用到测试这个领域 目前我们现在还未可知 但现在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 现在目前的很多自动化测试完成的 仅仅是之前你设计好的脚本仅此而已 所以一些灵活性的测试 必须还得依靠手工方式来进行验证 所以你会发现自动化测试的技术 应用领域最多的是哪呢 是那些对于测试效率要求非常高的企业这些 比如说互联网公司 互联网公司 目前BAT 百度阿里腾讯 加上新东网BATG 这几家公司对于自动化测试 工程式要求的能力会比较高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时间是第一要素 我们在之前讲测试的时候 应该有还记得说过 提过测试的一个定义 或者测试的一个原则 就是当时间和质量发生出度的时候 时间要服从质量 对吧 也就换句话说 我们要谨守住我们这个质量观 不要因为要有发版的这种要求 就放松了我们对于质量的把控 这种要求得看是在哪个行业 如果是在军工 如果是在航空航天 如果是在金融系统 这样的准则是没问题的 可是到了互联网行业 因为它的缺陷和问题 只要不是致命的 都可以通过产品的快速迭代 来进行修复 所以你必须要时间更重要 对于互联网行业来说 谁先抢占用户市场 谁就是行业的老大 对吧 很多人说现在微信 在所有的这种手机端的 移动端的这种 相对的这种 沟通 聊天类的这种工具当中 它的用户量是占比第一的 不是由于它多好用 而是它第一个 站在了你的面前 仅此而已 换句话说 我们目前用的很多 互联网的软件 如果类比一下 是娶媳妇的话 你娶进门的那个媳妇 并不是最好的姑娘 只是第一个 站在你们家门前而已 能立得这意思吗 如果真给你足够的时间去挑 你不一定会娶你现在的媳妇 我仅仅是打比方 接着打比方 没有提案因子 因为我这还录着音呢 我怕哪天 比如我用心 比如卡卡听完之后 发给我媳妇 我仅仅是打比方 我是说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需要清楚 就是很多互联网软件 它要求我的时间 和效率一定要高 所以时间要素 成为第一要素之后 对于所有的工作效率 都会有要求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现在有种项目的 开发模型 叫敏捷开发 它这个诞生于哪 互联网公司 与之相关的敏捷测试 包括现在 我们会发现 国内的BAT 这几家公司 都要求自动化测试工程师的能力 要求越来越高 都是因为他们对于 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相似说法 你比如说 现在有种说法 比如是像 包括像这个 现在提醒 DiveOps DV OPS DV OPS 这种方式 号称叫去扣意 叫去扣意 扣是什么呢 宽利品质量 意什么呢 就质量工程师 质量工程师 就是相当于去测试 但他这个去测试 不是要把真的测试砍掉 是把测试的人 融到开发过程当中 换句话说 他要求的是那些 真的能做测试 也能做开发的 叫测试开发工程师 这个风潮从哪来 从谷歌开始 谷歌开始 谷歌最导致测试团 分为两个类别 一个类别是专职的 TEST 就专门的测试工程师 TE 叫软件测试工作师 SE 软件工作师 为什么叫SE 就这部位人学 既能做开发 也能做测试 后来把它定义 叫测试开发工程师 在国内最早 去设定测试 或者测试开发工程师 港口里是百度 百度 百度那会招了很多 这种机会测试 也会开发这种 相应的人才 所以现在目前来说 目前来说 这种所谓的 DiveOps 这种方式 就是为了能够让我的产品研发的速度 更加快 更加敏捷 效率更加高 那这个时候 它对于测试要求会变得更加高 所以我在这需要说明一点 未来作为各位同学来说 如果你想走技术这条路 我们知道测试有两条路 一个技术一个管理 看学说讲过 如果你想走技术这条路 代码绝对跑不掉 你要不想啃一个代码 你走不了技术这条路 这是未来的趋势 未来测试和开发的界线 会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模糊 当然你要这里冲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从测试转开发时间是好转 开发转测试是很难转的 为什么呢 惯性思维很难改变 很难改变 需要很长的时间 非常简单 开贯车 在中国大陆地区开贯车的人 去香港开车 去日本开车 尽量容易发出车祸 为什么 行驶方式不一样 对吧 行驶方式不一样 越老了司机越容易出问题 之前不是有报道吗 有些人去英国 去一些比如英雄的地方 租过车开车 你会发现出大事故的 开个车直接往海里开到 大部分都有老司机 在国内开了 实际年 都是几十年老司机 因为惯性思维很重 惯性思维很重 他打方向的时候 左掌和右掌 完全跟我们正常的 驾驶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里面 我说 如果你想让开发者测试的话 如果他的经验很丰富 一般来说开发能力很强的话 他的惯性思维就会变得很严重 转成测试那种相应的 逆向思维会很难 OK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说自动化测试的工具 自动化测试工具 他们实际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按照特征来说 就是能够通过模拟人的操作 来完成 对于配色系统相关的一些操作 最后达到验证的目的 也就是 把以前我们做的一些 手工方式的输入 输出 或而由工具帮我们去完成 就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说实际我们做功能测试 归根结底 所做的东西 无外乎就是在验证 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对应关系 对吧 就在做这件事情 对吧 给他一大巴掌 看他哭不哭 就在做这个事 那么正常情况下 我们实际在这里面的时候 以前很多时候是 这种相应的方式 是由我们手工方式去 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换着方式抽 对吧 正手抽 反手抽 往上抽 往下抽 换着方式抽 看他能不能得到对应的结果 这种方式太累手了 对吧 测也测完了 最后手也投 有没有人帮我们去抽呢 找个机器来 对吧 帮我们去完成这个事情 这就叫自动化 那么所以自动化测试 是由我们相关的一些工具方式 代替人的手工操作 来验证这些输入输出之间的 对应关系的过程 所以他能够去做出一些模拟的东西 但他不能完全真实 注意他的核心点 注意他的核心点 他并不能够创造性的 完成某一个测试 他所遵循的都是你之前设定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提到一个自动化测试框架的时候 最关注的是他的脚本 因为脚本是他的灵魂 你的脚本设计的好 自动化测试的效率也会变得更高 你的脚本设计的不好 你的自动化测试反而会就成为阻碍 所以需要注意这样一个点 OK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他和手动测试相比较的特点 有这么几个特点 优化成本可靠快速规范化可重用 这里面 放这么一个例子 这凯凯老师放了例子 我现在沟通过 但我估计他是什么情况 就是在这里面说 就是他以前有那种相应的那个 类似可能就是像一个小的游戏 这游戏当中的时候 就是到像KQ农场一样 能够到KQ农场里收菜 收菜 然后呢 一般来说 以前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他放这个一看也暴露年龄了 对吧 要是我讲课 一般我都不会放这种例子 我这种例子一放就暴露年龄了 对吧 一看你们谁 多少人玩过KQ农场 听都没听过吧 对吧 有玩过是吧 你看你那种举手 你会发现 你看有人举手 你年龄也大 然后 然后那个 我们以前用过这样的方式 用一些自动化测试工具 因为大部分客户农场 就偷菜有什么时候 有时候零钱两钱三点钟 就别人菜熟了 去爬起来 打开电脑看一见 然后被人偷了 然后后来我们都有什么 多个工具 多个工具 尤其像这些自动化测试工具 他可以在这里面 创建一些相应的插件之后 来判断 因为实际对于系统来说 对于软件来说 那个菜熟不熟 实际就是两个不同的状态 他给我们看着 给用户看 是两个不同的图片 对吧 不熟的时候是一个残花败柳的样子 对吧 熟了之后 然后果实饱满 是两张不同的图片 但对于系统来说 一定是两个不同的相应的数据 比如说打个比方 我们设定蔬菜或者说水果 他现在没熟的时候 他的标签 背后的标签 图在数据库表里面 可能就是一 熟了就变成二 就这样一个方式 他一定是做成这样的简化 才好进去判断 但对于相应工具也是一样 我就识别为做判断一笔句 一笔如果只等一不熟 二不熟 完事了 对 它就是非常简单 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如果用手工去完成 你需要不断去做这样的一个图片的试验 如果是人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需要通过眼睛先来判断 对吧 看这张图片 代表是成熟还是不成熟 再去做相关操作 可是对于工具来说 对于软件来说 他仅仅只需要判断这些数据就可以了 所以自动化测试工具 为什么效率高 一方面它的执行速度快 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理解为 它更加切入的是底层的东西 它可以直接判断的是底层的东西 从数据层面出发 而不是从一些表象的情况 从一些UI的这种情况来入手 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变得更加可靠和迅速 OK 然后呢 这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这里面 关于自动化测试的一个优势 优势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把这个可以先记一下 自动化出的一个优势 这个不是它定义啊 是它优势啊 可重复可承讯可靠 提高清确度 包括提升测试资源的利用率啊 就要说明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最后一句话 提升测试资源的利用率 这里面什么叫测试资源 一般来说说到测试资源 无外乎两个啊 无外乎两个 一个是人啊 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软性的 比如说工具代码数据这些东西 很简单一个点啊 这个里面可以和可重复画在一块去说 人的这种节省 已经把它已经说了很多 就不太重复了 欢迎说一下 比如说关于测试资源栏目这个数据 打个比方 刚才有同学问我一个事情 说那个老师怎么测登录 那实际 比如现在测登录的功能好测 可是测登录的性能的时候 出现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测 测什么呢 想测5000个用户登录系统之后 系统能不能正常的运转 也就是测它的一个附载的情况 这是性能测试 那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这个系统 大部分系统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不允许重复用户名登录 很多系统都有这样的特点 就换句话说 同样一个登录名称 只能被登录一次 如果再有一个人 还用同样用户名来登录的话 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 把这些人踢掉 自己上去 第二种 不让你登录 告诉你说该用户名已登录 无外乎这两种情况 那你的系统 如果一旦有这样的限制情况下 你还就想让5000个用户 都要去登录 就要准备5000个 不同的用户的数据 对吧 OK 那么这种过程当中的时候 如果 这就是你的测试资源 这种测试资源 如果你以前 我们抛开性能测试部说 类似的场景当中 你准备了这么多测试数据的话 如果用手工的方式去做的话 你可能在这里面 需要去不断的创建 这5000个这样的数据 可是当你如果用 分化工具去实现的时候 一方面创建数据的速度会变快 另外一方面 很多数据用完之后 下台还可以接着代用 而不像你要是说 在这过程里面的时候 把这个数据 如果是放在其他地方的话 你想进行复用 我还是要去查找数据等等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说提升测试资源利用率的时候 主要的点在于 我们用工具的方式 自动化测试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的利用率 达到最大的 使用的一个效率情况 OK 这是关于这个里面的特点 特点 那么自动化测试和手工测试相比较 相比较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层面来进行 向你一个思考 第一个 谁发现的缺陷多 大家觉得自动化测试和手工测试 谁会发现缺陷多 为什么 为什么 说话不累 就发现不了更多缺陷了 也是个点 也是个点 人在疲惫的时候 做出判断的这个正确性 就会受到影响 是个点 但它不是最直接的 不是最直接的 为什么自动化测试发现缺陷多 效率高 对很好 效率高 什么叫效率 在一个正常的 同样的时间里面 谁做的事多 谁效率高 明白这意思吧 我们去试想 同样一个小时 手工测试 我只能跑500条用力 自动化测试 我能跑5万条用力 谁发现缺陷的比例和可能性更大 一定是5万条 所以他发现缺陷的可能性就会变多 是从这个层面来说的 关键还是效率的问题 第二点 测试质量的高低 谁更高 相较而言 谁高谁低 测试质量的高低 会啥 准确 还有呢 还有呢 首先你想知道和测试质量 在这里面谁高谁低 你先考虑什么叫测试质量 对吧 我们知道测试是关注软件质量的 那么测试的质量谁来关注呢 就会有一个专门的部门 叫QM QM 就质量管理部门 他们来关注所有部门内部研发团队的工作效率 和你的工作质量情况 那测试质量又空长什么维度呢 一般来说 就是你的相应的从几个相应点 几个相应点 其实这几个点也是一般来说 作为测试管理者去关注点 第一个就是测试的有效性 测试有效性 测试有效性就是 同样的测试用力的设计完毕之后 哪一种测试用力的有效性更高 发现缺陷的能效值越大 那么它的有效性就高 是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里面 当然我们可能会忽视一个问题 或者说模糊一个问题 测试质量高和低 如果从测试有效性来讲的话 自动化测试如果是它高 就一定会有一个隐含的条件支撑 就它的脚本一定是OK的情况下 如果它脚本都是有错误的 脚本连编译都编译不过去 那就更别提有所谓 测试有效性的情况出现了 所以当我们去衡量测试质量 高和低的时候 讲到自动化测试 手工测试的对比 那么说自动化测试的测试质量 有效性要高于手工测试的前提 是自动化测试的测试脚本是OK的 它本身是OK的 才能够保证我后面的自动化测试 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个维度测试有效性 第二个刚才有分析测试的准确性 准确性 就是怎么能够让我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测试的问题更加直接和准确 这里面实际 涉及当中也会针对到 你的测试用力的涉及当中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一般来说因为自动化测试的 实行速度快 执行效率高 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 它的测试的直觉性 也就会相对较高 因为有效率或支撑 这样说之前 然后第三个维度就在于 测试的覆盖率 测试的覆盖率 测试的覆盖率实际从 正常情况来讲 因为还是一样 自动化测试的效率提升了 在同样的一个能效范围里的时候 它能够覆盖的供应点更多 所以它的范围会更大 所以从这几个维度来去核草的时候 我们认为在测试质量上 自动化测试是优于手动测试的 当然这里面讲的所有问题 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的自动化测试的脚本的编写 是没有问题的 自动化测试的脚本 是保证你自动化测试得以正常实施的一个唯一基础 OK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它和开发的关系 那一般来说 自动化测试和开发的关系会更加紧密 会更加紧密 在早期 在早期 自动化测试实际不太需要依赖开发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 早期的测试工程师都是从开发转过来的 都开发转过来的 开发转过来的测试工程师在写脚本能力上 要优于现阶段的测试工程师 尤其这几年 基本上国内的软件行业当中的测试人员的构成 超过半数以上是由培训机构所供给的 而培训机构的学生里面有很大一部分 此前并没有相关的代码编写经验 或没有足够的代码编写时长 注意啊 跟你是不是开发没关系 谁说只能开发写代码 这种调调和这种论调可能只在国内出现 在国外 什么行业的人会写点代码都很正常 应该是这样的方式 我们以前的公司里面见过一个老外的人力 老外的人力 人力写一个SYL写红的是特别六 就一个SYL不用叫红 用VBA去实现的 微软支撑的一个脚本 它里面就是比如说 快速的去把一个表里面 比如说它需要去筛选的几个数据 就那会我们的一个SYL还不像现在 不是现在的一个SYL2016或2010 有这么多的功能了 早期就是2007的时候没这么多功能 很多像一些数据的筛选 一些重复操作 包括一些更高层次的一些相应的数据 东西 我们都需要通过红来实现 和当时我们公司的人力 这老外的人力 这女的 她会自己写红 简单红通的自己完成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可能这个生态环境和土壤不太一样吧 那么对于国内来说也是 刚才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对于测试来说 你只不过现在 现在现在就在行业当中的测试工程师 他的代码的使用时长还不够 所以造就他的能力会不太够 我们都听过有个通常课 一万小时天才论听过 对吧 一万小时天才论 就任何一件事情 你重复执行 重复操作 在这上面花时间去钻研 通过一万小时 你都是这个领域的天才 都是这个领域的天才 大部分人是因为什么呢 没有达到一万小时 仅此而已 那作为开发来说 你都要不了一万小时 对于某一种对应的代码来说 基本上你的学习和编程时长 学习上先跑出 学习指的是从零到一的过程 到了一之后 你的编程时长 如果能达到两千小时以上 你基本上就可以 相当于做一个初级的开发工程师 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现在很多情况下 在我目前行业当中 我们的测试工程师 最大的差距是什么呢 他自己编不了相关的测试 相关的代码 所以得求助于开发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很多时候 关于自动化测试的 这种相关的一些 这种培训会比较火 原因很暗一种 实际自动化测试 归根结底 不但于工具使用 那个工具使用的情况 就跟你 以前不会用沃尔 后来会用 以前不会用微信 后来会用 以前不会用 后来会用 是一样的道理 花点时间就可以 难呢 难的啥 哪呢 难还在脚本 脚本里面对核心的问题 还在代码编写 代码编写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 就是在自动化测试 领域当中 我们开发的关系 会跟他紧密 因为我们也会设个代码 再加上我们在发现问题的时候 再去使用测试的时候 在使用工具的时候 也会在这过程里面 能够发现一些 更多的与代码相关的一些 问题或者缺陷 所以和开发的关系 会跟他紧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们思考一下 谁更有局限性 为什么 为什么自动化测试 跟我局限性 不够灵活 对吧 还有吗 我们都学过 我们都学过随机测试 有的同学 可能之前也玩游戏 做过重测 或者那个公测 做过吗 公测 不是这个公测 这公测 这公测实际 一代你有技术吗 游戏的这种公测 我们按照专业数据 这要什么测试 猴子测试 对吧 Monkey testing 猴子测试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足够的数量 足够的数量 它来由于随机理论 就是混沌理论当中的 那个随机理论 所以混沌 也不是吃了那个混沌 这个哲学概念 随机的混沌效应 混沌效应 混沌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随机效应 然后随机效应当中就是什么 让一百万只猴子 它说的是 让一百万只星星 一百万只星星 在一百万个 在打测机上 打一百万年 也可能能够敲出一部 沙士比亚的巨柱 这就是猴子测试的一个 怎么讲 它的理论支撑 理论支撑 那在这里面 实际非常重要一点 测试在过程当中的时候 实际有很多公司 会依赖于用户测试 因为用户测试的基数 一旦变得过于庞大的时候 它能够暴露一些 很多的随机性问题 这是你有限的测试功能 是无法比拟的一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对游戏来说 它有内测 有公测 有上线前的测试 有上线后的测试 原因就在这 那么手工测试 有很多相应的灵活性 它有很多人的 自由思维体现在当中 那么这种自由意志 是你的相应的机器 实现不了 所以这过程当中 局限性相对来说 自动化测试会大一些 会大一些 它目前来说 在目前的技术 没有进步的前提下 它只能按照你 既定的要求往前跑 你给它做了一个 什么样的脚本 它也在脚本来知情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OK 这是我们在这里 来比较自动化测试 和手动测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自动化测试的一些分类 工具的一些介绍 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轰动测试工具 这边也写了 轰动测试工具 简单说一下 发展历程 你们接下来要学习的 这个工具 是磁力念 但是实际上 我们以前讲的 讲的是会谱 特区P 然后呢 现在会谱跟他有个 叫 UO 还是 B 等于不能测试平台 哪一个公司呢 这个公司呢 会谱 我们大部分人 大家会谱 都让他卖哪些机的 对吧 但他说 他同时有另外一个业务部门 是专门卖软件的 卖什么软件呢 大量的测试软件 但他之前自己并不做这些事情 他收购了一个公司 这公司叫 MICURY MICURY M-E-R-C-U-R-Y 一个国外老牌的 专门做测试工具的公司 这公司当时 我写 M-R-M-G MICURY MICURY 当时做的主要纸工具 第一个叫做 C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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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了这么三个工具 第一个叫 RE-RUNNER 专门做功能自动化测试工具的 你看这名字就知道 他测的主要面对是什么平台 什么操作系统 RE-RUNNER 其实就理解为什么软件上来测 单机软件和 CX架构的 C端 还记得那个分布式吧 CX和 DX C叫做 C叫做 CLANDER SERVER 客户端 服务器 对吧 我们用过的一些网游 对吧 比如说魔兽事件 比如什么 英雄联盟 对吧 比如说什么CIF 等等 对吧 这都叫CX的 然后呢 还有叫BS BROWSERVER 浏览器 服务器 所有的一带浏览器打开的软件 都属于BS 对吧 OK 那么 BROWSERVER 为什么叫Window 不就是因为 BROWSERVER 它真正是单机软件 和 CX架构当中 C端的测试 是专门测公共的 BROWSERVER 是专门测性能的 专门测性能的 RODE 代表是负载 负载 然后还有叫 TEST BROWSERVER 测试指导 测试指导 这是干嘛呢 这个是性能 这个是性能 这个是做测试管理 好 平安写到了 测试管理 OK 这是当时 MICURY的三个主流产品 主流产品 后来呢 MICURY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年代 软件已经逐步 从CS 再向BS的转化 你就是软件越来越多的 都是用BS架构来实现 而不是CS了 而他的WINROMER 仅仅只能支撑 单机和CS 那么想做变成怎么办呢 他刚开始早期 想的一个方式 他给一个WINROMER 加了一个插架 加了一个插架 插架的名字叫 QUAKE TEST 快速测试 这是个插架 实际上 就这样 老外一般来说 给插架的时候 做什么东西的插架 插架前面都会 习惯于你叫 QUAKE TEST 比如说 如果你们仔细观察 里面一些浏览 一些播放器的安装的时候 都会安装一个 这个播放引擎的插架 叫QUAKE TEST QUAKE TEST 也是一样的 它这个插架里面行 然后它对等 QUAKE TEST 出现是给WINROMER 做插架 干嘛用呢 WINROMER 装了 它就可以测 BiROMER 没装它之前 橙色单机 现在不正的情况 后来随着 BiS架购的软件 愈演愈烈 趋势越来越明显 后来 MICURY 索性出了一个 QUAKE TEST QUAKE TEST QUAKE TEST 就是所谓的 叫 QUAKE TEST 这个软件 后来 QUAKE TEST 专业版的 取代了WINROMER 成为了 MICURY 旗下主流的 自动化测试工具 后来 MICURY 公司经营不善 这构贵服给收购 都贵服给收购 这么一个情况 这么一个情况 大概这么一个发展历程 这个期间 很多公司都没收购 它有时候就是 有些属于商业并购 我觉得是为了 让自己的利益更大化 这个有很多 比如说 Java以前是Sung 对吧 后来被Oracle给收购了 对吧 以前都是Sung Java 现在都是Oracle 一样的道理不正 然后 Loud Roger 是一个性能测试工具 后来现在 就它被收购之后 它旗下 所有的产品 就都归惠普所有了 所以标签就换了 就不是在叫 MICURY什么什么 而是说要惠普什么什么 SP SP 惠普拿到QDP之后 做了大概 三个版本 到第十一版本 就把QDP改了 改名叫 UST 统一功能测试平台 USD 现在目前 你在惠普的官网 可以下到 USD的 这种所谓叫 社区吧 社区吧 什么意思 就免费试用 可以试入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去讲 就是讲一外一个工具 叫这个 SPINEM SPINEM 讲这个工具 有这个 P叫写的这个 这个SPINEM 这个公司 就叫SPINEM 它的工具 也叫SPINEM 它为什么出这个名字呢 挺有意思 一个小约缘 小约缘 MICURY 这个英语单词 它的中文含义 有几层意思 第一个意思 代表的是什么呢 水星 金星 木星 土星 火星 水星 那个水星 水星 第二个呢 代表是化学元素 也就是水银 也就是水银 MICURY 就是化学元素 多气表 让它们 孔 你记得吧 对吧 孔这个化学元素的 英文单词 就叫MICURY OK SPINEM 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英语单词的意思 只有一个意思 代表是化学元素 而西是什么呢 是孔的天然环视剂 我们就是 比如说你在医院 你如果不小心 孔中毒了 到医院当中 它给你做的很多 像一些注射 一些治疗里面 那个药当中 都会有很少量 很少量的吸引 代表当中 缓解孔中毒的 孔是一个 就在化学元素当中 有很多物质 是很有意思 它有两种态 对吧 孔有两种态 一种是气态 一种是液态 对吧 液态的时候 就是叫我们在 它碰到常温 就变成液态了 对吧 就变成固态了 sorry 它三态 说错了 它三态 它有固态 固态是碰到常温之后 碰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它变成小猪子 如果你们家有人 不小心把那个 水银体温计打的话 就发在地上 一个小圆猪子 那个猪子不能拿手摁 那个猪子一摁 它就会变成 像粉末这种 就变成液态 变成水的 固态会变成液态 然后它还能蒸发 快速挥发的活动 会变成气态 所以它是一个三态 三态东西 是不稳定的 是不稳定的 拱中毒有多种方式 它是唯一 为数不多的 能够顺着你的毛细 皮肤的毛孔 进入到皮肤内的一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 家里面 比如说水银体温计打了之后 说不要拿手去捡 这种情况下 要做几件 第一个 第一件事情 把什么老人 孩子抵抗力差的 先浓出这个屋的 第二个 如果你自己有能力 你应该先开窗通风 拿最好的胶带纸 把那个小猪子 一个粘起来 粘完之后 妥善保管之后 不要扔垃圾箱 而是正常操作程序 要打电话 在北京的话 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环境什么 保护什么一个 一个地点打电话 它会派专门过来 给你回收藏 但是一般来说 一个水银体温 这个计量没有那么可怕 只要不入食就行 但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 有人不知道 小孩咬那个 小小孩小的时候 不知道 就咬咬完之后 把那个头咬破 就咽下去了 那个基本就没得救了 进入体育 就没得救了 就不能接触皮肤 而它会慢慢蒸发 它们好的情况下 最好那屋子不要 大家为什么一定要脱窝呢 蒸发之后 顺着你的呼吸道 进入身体 对肺部是不可逆损伤 所以真的是可危险 吸是专门去 吸氏拱的 管节拱的 所以你看 这工具起了 那是冲谁去的 就冲满车去的 所以CDN这个工具 是一个借鉴了 QTP这个工具 很多优点之后 又去做了一些 专门的一些提升的方式 一个工具 但要注意 斯里面这个工具 它只能测B.S 它不像UFT 或者QTP 既能测CS 也能测B.S 斯里面只能测B.S 所以为什么现在在国内 你看我们之前讲课 以前的合成体系里面 还讲只要QTP 一般来说 只要QTP 后来开始QTP和斯里面 都多少代代讲讲 现在一般都只讲斯里面 为什么呢 当然重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软件在获取上 这个工具 汇补这工具是商业的 是要收费的 而且价格不菲 这样一个单点的一个 就单机版的费用 大概是在六万块钱 一个软件 不是几千块钱 或几百块钱 都不是 所以我们经常讲过 说谁要真的能弄得起这个软件 这才是就比你在车口里面充的贵族要要留得多了 对吧 它一个单点就六万块钱 这个Longer 单点是20个Lessence是12万起 12万起 所以一般在国内 就算是一些互联网公司也不一定花钱买这个软件 互联网公司都是多换好准做事情的 所以能省钱就省钱 对吧 尤其你系数的几个人 什么马化腾 马云 哪个象征爱花钱的主 对吧 都是扣钱 所以 第一个原因 Slim这个工具 它在拥有公司做支撑 但它完全是在 它的JPR授权里面的 所以它是一个完全开源的软件 在我们理解 虽然开源不等同于免费 但是确实它就是免费使用的 它是一个开源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因为目前为什么在国内喊得火 真正用Slim这个工具 大部分是互联网公司 刚才我说过一件事情 互联网的公司 对于测试效率的要求才会高 那么互联网公司 才需要对测试效率 不断提升有 有这种变态的追求 所以它肯定要去使用 一些自动化测试工具 来去提升它的测试效率 那这空 它自动化测试效率就很高 它就加上它想省钱 所以自然而然就把目光 定做了像Slim这样的 免费的 或者开人的自动化测试工具上 那自然而然 这个工具就被吹跑起来了 这么一个情况 但你要清楚 它不是WAN在哪都能用 它有环境线 刚才说过了 只能测BS 如果你想测CS 这是我们说的 功能的测试工具 除此之外 现在还有很多 比如说 一些移动段的测试工具 可能也能做事情 比如说 你们开始讲了 讲那个 你们讲安卓 没讲那个 那个IP 没讲 过两天 那个你应该 李同老师跟你讲IP 那也是一个 移动端的 东东的自动化测试工具 控制的能力 OK 这是第一大换 第二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性能测试工具 注意一个问题 但是强调一下 我们以前没讲过之前 一说自动化测试 我们实际在某种层面上 就理解为 自动化测试 包含了自动化测试 性能测试和测试管理工具 那么从今天开始 你要进行一个区分 当我们说到 自动化测试工具的时候 都只专指那些 能够帮助我们完成 功能类别的 自动化测试的工具 我们称为叫 自动化测试工具 而提到像那次 Lowder Runner 这样的工具的时候 我们都统称叫 性能测试工具 要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区别呢 功能可以手工 可以自动化 性能只能用工具完成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性能你只能一通工具 为什么 你们现在还没有讲性能 我跟你们就 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 来理解 什么叫功能 和什么叫性能 刚才我举过一个例子 说抽大嘴巴 看他哭不哭 对吧 打个比方 什么叫功能测试 我们简单理解 说我 我现在具备了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甭管现在谁过来 我正坐着呢 不分清风造班 不问人就啪 抽我一大嘴巴 抽完之后 我冲他乐一下 这就是我要完成的一个功能 OK 接下来要你做功能测试 你们怎么做呢 就是随便过来一个 不管什么人 抽我一大嘴巴 看我乐不乐 预期结果是 乐 我要乐了 OK 满足功能 过去了 没乐呢 发现缺陷了吧 是吧 这叫功能测试 这叫功能测试 OK 功能测试非常简单 做完之后 比如说张照远知道了 功能测试出过了 发现我确实说 老王现在具备这个功能 接下来回到的办理跟大家讲 说你知道老王这样 可能吃不药了 我说为什么 他们的同学都问 我说为什么 你现在过去 抽他一大嘴巴 他不但不说话 还处理六一下 该都试试去 然后这个事就一传十四传百 然后整个天空的消息都知道了 结果这两天早上来 我正在坐在我公卫那儿 正悠闲地喝着茶 看报纸的时候 突然从我的公卫口 一直排到 比如说一楼 排一大桥队人 挨个过来 每个人抽我一大嘴巴 来的不知道 甚至还出现 在门口到底先 老家就不用买 早点的老徒 你看前面有人排着 对对问 你们干嘛呢 他们说我们排队 等着抽老王呢 老王是谁 不知道 反正能不能抽他一下 老徒说 那我也跟着排等过 就这种情况 OK 那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了性能的问题 什么叫性能问题呢 在这过程当中 每个人过来 是抽一大的罢了 抽到第五十一个人的时候 忍不了吗 我哭了 太疼了吧 对吧 一个人两个人抽 每个人都爱个抽 抽到第五十一个人 我哭了 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的性能出现的问题 功能和性能 是两个相处相成的东西 性能建立在 功能基础之上 功能先满足 才有性能之说 性能是什么呢 是在 给定的时间范围内 由一定数量的用户 或操作者 重复使用同一功能 看一下当前被测的 这个系统 是不是能够正常提供服务 这样一个特点 你就换句话说 什么叫性能 什么叫性能 对于我来说 我能在 十分钟时间里面 能够被五十个人 挨个儿抽我大嘴巴的 这就是我的性能的 最高负载值 也就能有到性能平静 那么做性能测试是什么的 就来验证一下 你所宣扬的性能 你是不是能够真的满足到 真的来五十个人 挨个儿抽大嘴巴 过程当中要求 每个人抽完之后 都能得到我的一个笑点 而不是哭着 这就 如果在十分钟时间里面 确实五十个人抽完之后 我都能抽每个人乐 就说明我的性能是满足的 如果在这过程当中 没到五十人 没到五十人 到第四十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开始哭了 就说明我的性能是不OK的 或者 确实是五十个人 在这过程当中 比如说开始抽的变慢了 比如说抽第三个人 过来第三个人 就想抽的时候 我当我哥们先当我让我滑滑 一滑滑了五分钟 这时候时间过去了 超过十分钟 虽然也够了五十个人 我想每个人也都看见过 笑了 但是因为超过了时间 也认为性能是不OK的 所以性能需要两个因素 我们称为一个叫做 时间 一个叫做空间 空间给你解决就是数量 它有这两个因素 共同作用之下 才能造成一个 所谓的性能论定出现 OK 那么刚才讲过了 说功能测试 自动化测试 功能自动化测试 可以手工 可以自动化 比如刚才张照源 想做功能测试 测我的时候 就抽我一大堆巴掌 他可以自己来 你可以找个工具 来帮 来去帮他做这个事 所以可以手工 可以工具 可是性能测试 对于软件来说 只能依托工具实现 比如说我现在提出 一个性能测试的目标 我要求一千个用户 同时登陆系统 看系统能不能承载得住 你怎么做手工测试 什么叫手工测试 真的来吧 对吧 怎么真的来 你想想 找一千个人 找个大厅 找一千台机器 每个人给个用户门密码 输完之后 先别点 等我在前面喊 我说大厅好 拿大喇叭的钱 大厅好 等我会一二三点的时候 你们一起点 然后我就喊 一二三点 再打一块点 这里面 咱们同学自己 凑不够一千人 我还花点钱 都要去点农民工 对吧 这农民工一说 一二三点 还问旁边 点哪里的 还在问 还不知道在哪点 对吧 这过程当中 就会出现 不可能同时 所以我们说 这过程里面 性能测试 通过手工方式 是做不了的 它依托工具 分出来实现 所有的性能测试 必须依托工具来实现 所以这个自动化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刚才前面讲了 说自动化测试 以后再提起来 就专指的 就是自动化测试工具 而性能测试 有性能测试工具 OK 性能测试工具 第一个就是刚才 我们看到过Loudrunner 我们未来要讲 也是假的一个工具 Loudrunner 除此之外 还有像Russian的Robot 和G-Meter G-Meter 然后这个G-Meter 要注意一下 它也是一个 现在目前在国内 跟Loudrunner 几乎能够 快达到平起平坐的 一个性能测试工具 可是它有个 非常重要的点 有个问题 它只针对 Java类的程序有效 你看到G-Meter 它只对Java类的有效 换句话说 如果一般BS架构的软件 测系统 一般达到软件 BS架构的软件后来的程序 一般不外乎三个技术 我关键箱箱箱 第一个叫G-S-P G-S-P 就是我们先讲叫Java-E-E Java不是三个吗 Java-SE Java-ME 还有Java-E-E Java-E-E的这个代表写好之后 是不是能能给你软件G-S-P的 两者文件 一个软件S-P 一个软件S-P G-S-P 是个技术 第二个叫P-S-P听过马 P-S-P 变成LAP架构 B-S-P S-P Hapa-G 加买P-S-P 然后第三个是 DOWN-NIGHT的技术 就是微软的一个 它出来的文件是AS-P 比较少量的 是DOWN-NIGHT的 是微软下面一套东西 这三个都能做相应的BS架构的东西 但是J-MITER刚才说的这个工具 它只能测这个位置 DOWN-NIGHT的 测好了 测不了 会有问题 这是在这里面我们说的 关于性能测试工具 然后还有测试管理工具 你们接触到的应该是J-RAN 是吧 缠到 缠到 J-RAN还没接触 马上会接触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看这个QC和ARM 这个也说明一下 刚才不是讲的最早 MICURIGUEYS 当时做了三个软件当中 有一个工具叫 CAT-Direct 简称叫TD TD 这是一个专门做测试管理的工具 注意啊 它并不是做自动化测试 也不是做性能测试 它是做测试管理的 给谁用的 是给测试管理所用的 包括你们 你们用的那个产道 属于也是一样 千万不要把它理解 原始人是个缺陷管理工具 它直接是一个测试管理工具 你们TQ线 说实话 在哪儿不容易 刚才没得承诺你 哪里的道路 TQ线 在吗 让 给他 发给他 发给他 发生了 可是为什么需要在一个软件里面去 提供 帮助追踪呢 因为这过程当中 有个人比你们还关注 因为作为测试 普通测试的工作室 还关注缺陷的修复情况 可能到团队的管理者 或测试的管理者 一些力量 所以所有的管理的工具的真正的服务对象 都是那些管理者 TD就是一个测试管理工具 后来 麦特瑞被惠普收购了之后 惠普刚拿到这三个工具 QTP Lowda Roger 和TD 然后他就想着 我既然收购了 做点什么事 那俩工具 改写就太打算 需要慢慢改 怎么办 先把它改 改了 之后给他重新给个名字 叫Quality Center 质量中心 质量中心 简称叫QC QC 为什么这个好改呢 因为这个工具的管理 用的时候 它是个 它自己本身就是这个BSI后的软件 所以它只要改一下部局就行了 第一版就是改一个部局 以前TD的最后一版 是绿色的界面 然后是横向导航案 QC变成了红色界面 竖下导航案 完事儿的 这啥都没有改 后来QC不断发展 发展到最后 到现在这些也是从第十一个版本开始 又改这个名字叫ALM 叫应用程序 生命中期管理 A代表应用程序 Application 应用程序 L代表是LifeCircle 生命中期 M是Management 管理 应用程序 生命中期管理 所以从这个路线当中 流动图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测试的管理范围越来越来越大 以前叫TD 只管理测试 到了QC 开始管理项目 因为QC叫质量中心 既然你是质量中心 你除了测试过程需要管理 自然而然也需要去管理一些除测试之外的 比如说需求 比如说缺陷 比如说一些其他相关内容 包括业务中 我们到了ALM的时候 功能更进行庞大 它把整个应用程序 从设计之初到淘汰出局 这一系列的生命周期 能够全部管理起来 所以称为叫ALM 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OK 这是这么一个大概的过程 大概的过程 然后那个缠道 你们接触过就不多说了 Jira也是一个早期的测试管理工具 最早出现是测试管理工具 目前现在也用到一些其他的测试 以前刚出现是一个缺陷管理工具 后来又变成了一些像测试管理工具 这个未来你们也会用到Jira 然后现在目前在国内 现在基本用的比较多的 一个是Jira 一个是缠道 所以这两个工具基本就够了 就够了 然后另外就是 还有其他类别测试工具 比如像GUnit 单元测试工具 这个GUnit是单元测试工具 专门做白核单元检查的 它能够快速的分析渣瓦力 你看代码工具里面 凡是代个G开始的 基本都跟渣瓦相关的 然后GUnit就这个工具 它主要是针对Java类的代码 可以做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查什么呀 最主要查就是 相应的代码内部的国际结构 就是要查这个的 然后这个EPINEM 你们应该不是这周六 就是下周六 李轩老师讲座 你就会接触到了 是一个专门的 针对安卓系统的 自动化 功能的自动化测试工具 EPINEM 然后底下这个叫Postman 后面凯卡老师 也会花应该一次刻的时间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接口测试工具 接口测试工具 这要是测接口的 什么叫接口 简单说一下 就是接口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叫系统间接口 一种叫系统外部接口 系统间接口 只是系统内部的 模块之间的接口 比如说木门管理和用户管理 这种叫 模块和模块之间有接口 还有一种比较 出现更多需要进行测试的 是系统外部接口 就是我的A系统 和B系统之间会有接口 因为系统和系统之间 出现接口的时候 为什么要 首先为什么要放接口 说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比如说 你在 你在 你在协程定火车票 实际你要知道 数据并不是协程待遇 他把你的定书信息 发到哪去了 定火车票 发到1236去了 对吧 所以协程在刷票 或者现在还有一些 其他的刷票的软件 都是 拿的是1236给的一个接口 从1236里面给你刷票 然后刷票之后 只不过他能够做一些 相应的技术上的一些提升 包括能够更加 比别人用1236的快速 抢刀票 仅此而已 对吧 以前其他的 非正当的抢票手段 全被1236给禁了 以前最早有个猎豹 听到吗 猎豹之前 抢票是完全绕过 1236的后台 就他的那个限制呢 所以他真的能够抢票 他能够比1236往外 刷票的这个时间 提前两分钟会多 能够看第一次 首先看到票的信息 所以你就能够直接刷了 比如说打了比8点卖票 他7点58句 能够看的票信息了 他等于他提前先读了 1236的后台的数据库 把数据先读不串了 读完之后给你 你与别人早两分钟 你不是刷个票了吗 是这么个道理 后来1236发现 就把这个漏洞给补上了 并且禁止 从法律法规的层面 禁止了所有其他系统 用这种方式 来去绕过他的系统 正常情况 但他给了一个门 给了什么门 跟他开个接口 你给我正常提前请 如果我审核你 没问题 我给你给个接口 你通过这个接口 这样可以访问我的数据库 但这个接口 是我同意的接口 那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 两个不同的系统 他通过一个接口 再互相进行传输数据 数据的传过来 和转过去当中 两个系统的数据库的设置 和数据库表里的设计 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 说得非常简单的一个题 在A系统当中 我需要用10个数据 A系统里面 放这10个数据 我建立一张表 拿个比方A户下面 A系统 A系统 A这两个系统 A这两个系统 A系统当中 A系统当中 我现在需要用10个数据 这10个数据 在正常情况下 我放到了一个T标准 就放到一个表里面 然后我要把这10数据传给谁呢 要传给B 那B是给拿到10个数据 他拿什么数据之后 他在进行表设计的时候 可不一定跟A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系统 可能分出两个家 不同的公司 没有必要做这种同理性设计 所以B拿到数据之后 可能会放到两个不同的表 F1和F2 会放到两个表里面去 而且在造的过程中 这个表里的自断的设计规则 也有可能也不太一样 所以数据传来传习过程中 就有可能传乱了 或者数据传过来之后 我正常情况下 需要拿你的10个数据 结果你只传过来9个 甚至可能我给你 你需要10个数据 我给你传来11个 或者10个数据 本身的格式和自断要求都不一样 导致数据存储过程出现问题 都会出现数据不能使用的情况 所以基于此 我们需要对这个接口进行测试 来确保 数据的传输过程是正常的 这个需要用到 相应的接口测试的方法 一般来说也用工具来实现 那么这个Postman 就是一个接口测试工具 这是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的关于一些 相应的自动化测试的工具 等一个介绍 OK 休息会吧 休息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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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